最近有六位妈妈给我发私信 说孩子被课外补习班逼得走火入魔了 我也在跟大家讨论到底该不该取消校外补习班这件事情 强烈建议大家点赞收藏 一定要看到最后 家长都是希望孩子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但是周围人全在补课 什么奥数写作国际英语等等 孩子不学就会掉队 就会考不上高中和大学 也真的是不容易 现在的补习班也是花样多价格贵 有的还要托人找关系才能报上呢 这样恶性循环教育只会越来越不公平 有钱人家的孩子能够跟着明师上课 而像我一样出生在普通家庭的孩子 真的是负担不起 所以我觉得应该严查校外培训机构 取消那些不必要的补课班 留下那些兴趣爱好的就足够了 让孩子站在同一气泡线才能够公平竞争 我知道我一个人说了也不算 也没有办法改变现状 但我也想献出我自己的一分力 我是北京语言大学的硕士 教了30多个国家的留学生 现在每天我都会在快手直播间免费讲课 把我这么多年总结的学习经验和做题方法 免费的分享给大家 关注我带你一天学完别人三天的知识 帮我点个小爱心 让更多普通家庭的孩子能够看 我来打电话 我来打电话 给大家看